好 轻松一下带您来看看台北市市立动物园里面的企鹅馆 五月底连续成功孵出了三只小黑角企鹅 山五 山溜 跟山七 两个月大的四个小企鹅开始会坐在家门口 慢慢地从家庭生活要加入了社群活动 大家能够看到小黑角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大了 小黑小企鹅在洞穴当中被爸妈严加看管不能够出动 因为才出生两个月大 不可以到处爬爬走 怕有危险 但是三只新生企鹅 山五 山溜 还有山七 对这个世界充满着好奇 不时地走到家门口用两只大眼睛鼓溜鼓溜地看外面的世界 动物保姆说成鸟是因为怕小企鹅的毛 特别是会防水的毛还没有长好 所以才不准它们出洞穴的 它就会到洞口就会看一看 可是像青鸟因为它可能还没有换成亚成鸟那种完全防水的羽毛 所以青鸟会希望它们不要跑出来 所以青鸟会守在洞口 事实上三只小企鹅对于走出洞穴面对世界 跨出人生重要的第一步已经迫不及待了 那游客可以看到它们在加门口的机会是越来越大 三只小企鹅目前体重和身高都已经和爸妈接近了 它们是黑小企鹅在台北市立动物园的第三代 但原方预估小青鸟很快就能够和小朋友见面